大家好,欢迎来到T先生菜地和蘑菇房 桶装蘑菇爱好者今天有好消息 我们知道桶装蘑菇是非常popular的 不管是蘑菇种植的初学者 还是资深的蘑菇种植者 都喜欢桶装蘑菇这个办法 它首先是没有什么技术门槛 你买来的菌包菌种 把树叶或者是蘑菇料 其他蘑菇料用开水处理一下 用石灰水浸泡一下就行了 就等到产菇了 那特别是我们现在也开发了 很多零成本的蘑菇培养料 树叶啊 化生壳啊 水母蟹啊 稻草啊 这些不用花钱就能得到培养料 用桶子做起来也很方便 但是 桶装蘑菇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当它发生了第一茶蘑菇之后 后面再要它发生第二茶第三茶就很困难 也就是说要想从这个孔的桶子旁边的孔眼 再发生后面洁茶蘑菇很困难 传统的做法是把这些蘑菇料倒出来 给它翻理一下 把这些堵住的孔面清理一下 按它再发生第二发 第三发 所以很麻烦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有介绍改良的桶装蘑菇法 就是让它从桶子的表面出来 比方像这样子 这个是树叶做蘑菇培养料的 前面已经收获过一茶了 那现在上面又得开始发生 虽然还很小 但是看得出来它正在发生 所以这是所谓的改良桶装蘑菇 就是避开让它从这个第二茶蘑菇 让它避开从这个桶眼发出来的困难 让它从上面发生 后面我们还做了盒装蘑菇 那就是这样子 让它直接从这个用个盒子 让它直接从这个盒子的表面出来 甚至这个盒子的旁边都没有在打眼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 这几桶桶装蘑菇吧 这几桶是前面曾经 大概是两个星期前 收获过的 用睡木屑做的培养料 收获过蘑菇之后 那现在我们看 这些演员在慢慢的 非常努力的发生第二场蘑菇 但是我们看这些蘑菇的长相都不好 这些长相都不好 很容易干 而且有的根本上就没有 像这个上面 很多都是空空的眼 这个桶里有一个 正在发生 这个桶里也有一个正在发生 那其他的都还没有 但是同期 用这种顺不屑种蘑菇培养料 我用塑料袋装的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所以下面我们重点来介绍一下 这个用塑料袋装的这一袋 也是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体 先介绍一下我这一袋 这个在前面的视频已经介绍过 它实际上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就是顺不屑 就是当时我在装这个桶装蘑菇 做桶装蘑菇的时候 没有用完的一些培养料 我就用这么一个塑料袋 把它装起来 然后当时周围给它吃了一些眼 也曾经收获过一场蘑菇 跟这个桶装蘑菇基本上是同步的 但是现在当我们来观察 到了收获第二场蘑菇的时候 长第二场蘑菇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们现在需要拿一点特写 我们看这现在上面都已经在开始发生 这都已经在发生新的蘑菇 那当你仔细观察的时候 这些蘑菇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第一它发生在以前没有产生过蘑菇的地方 那比方说像这里 比方说像这里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位置 像这 像这 那还有这 还有包括这些表面 这都是以前没有发生的地方 第二 它在以前发生的地方有发生 那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 比方说 这个是曾经采过蘑菇的 但是我们发现 真正在采蘑菇的地方 它不是从这个眼里出来 它不是从这个眼里再发第二场蘑菇 它是从这个眼的周围 在发生第二场 这是我昨天已经把这个 当我发现之后 我昨天把这个塑料袋剪开了一点 让它从周围 让它发出来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一个 曾经采蘑菇的痕迹是在这里 那现在的它是在这个周围 也是在这个眼的另外一个方向 这是我昨天把这个蘑菇 这个所有袋剪开的 这个现象到处都存在 我们看这里也是 这个是曾经上一场 采生蘑菇的地方 但是呢 现在它确实在什么 在这个孔眼的周围发生蘑菇 我们再把这个袋子 转一圈看看另外的情况 另外一边的情况 那另外一边也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发现 这里产了很大一个蘑菇 这个是以前还没有发生的 我也没给它开口 因为这一袋的营养还是有限 你不会把所有的蘑菇 小蘑菇都给它开口 让它长大 像这 像这里都有很多 这个也是的 这个也是的 可能这么一袋 那这也是的 你开一个三个口就够了 你看这里是一个很典型的 曾经采过蘑菇的 在这里采过一个很大的cluster 它再发蘑菇的时候 它不在这个洞里发了 它确实在什么 在这个洞的周围发 那这里采过了 那这里也是的 那这里也是的 这也是典型的 它是在这个洞的周围发 那这个大家就到现在就明白了 假如你是想象你的筒子 筒子上次是从这个孔子发的 那它蘑菇它 prefer不是从这个孔子这里 而是从这个上次发过蘑菇的周围在发 那周围在发的时候 你想象在筒子里面是什么状况 就是被堵住了嘛 所以这是为什么筒装蘑菇 很难的再长第二茬蘑菇的 从这些孔孔里长第二茬蘑菇的原因 我问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取决于蘑菇发生的这个特点 就是它在第一次产生过蘑菇的远积上面 它不太容易再发生蘑菇 而相反 它是在它的周围产生蘑菇的 我相信这也有一定的道理 道理就是当你这采过蘑菇之后 这里是暴露在空气中的 它是比较干的 而周围呢 在这些塑料纸的包裹下 它既能够通过这个空能够接住一点氧气 又能什么呢 又能还在这个塑料纸的保护下 有湿度 有一定的湿度 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实际上我在前面做菌包的时候就发现过 发现它总是从菌包 蘑菇总是在菌包的周围不断的扩大 下面我可以把以前的这个视频调一个clip出来 我们可以看看这种现象 当这一场蘑菇收获之后 那下面的这个过程 我们下面来看这个菌包 你看这个菌包就是前面开了这里一道口子 这里一道口子 然后它产蘑菇 蘑菇收获完了这里就形成一个创面 山口的这个创山口 这里就不再发生蘑菇了 它是从周围在发生蘑菇 所以这已经是采过一茶 两茶 那现在应该是第三茶了 那第三茶你看它从周围 从这里 又有蘑菇发生了 你看这些蘑菇是包在这些菌包里面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的 所以这个时候要做一点点小小的手势 就要把这个打开 好了 解释就这么多 我相信大家到现在也都明白 为什么桶装蘑菇 不能很好地从它这个周围的眼 发生 这是因为蘑菇自身的特点所导致的 那么我们的对策就是 以后我很可能又要用这种带装了 大家知道我前面搞个桶装 那后面又搞盒装 在后面我很可能用带装了 那这带装它有它的好处 第一它是透明的 你能看得到里面这个蘑菇 巨事生长的状况 蘑菇发生的这个状况 都在你的眼皮底下能看 当你看到哪里有蘑菇出来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塑料袋开剪个口 你就让这个蘑菇发生就好了 所以不在乎说 第二茶第三茶 一定要从同一个孔里出来 哪里有蘑菇你在哪里给它开口 而且这种带装还有个好处 这个袋子我在收获第一茶蘑菇之后 我就把整个这个袋子把它泡到一个水桶里 让它吸水 就是说补充它的水分吧 所以比较好操作 但话说回来 你可能要大规模的话 要种什么五磅 十磅 这样的培养料 可能就要买更大的袋子 到那个时候可能补充水分 又得采用另外的办法了 可能用更大的桶子来浸泡它 这是后面的话题吧 至少说 这个小袋子 给我们开辟了一个 认识蘑菇生长的一个新的方向 或者后面操作的方向 这上面那几个蘑菇已经长得很好了 我就顺势地给它打开好了 顺势就给它打开 就相当于是桶装蘑菇的表面了 然后晚上再给它喷水 晚上你不喷水的时候 还可以轻轻地把它这么一拉 提起来 给它保持湿度 所以这个袋子还蛮有意思的 现在把它打开让它透气 增加它的氧气 你看氧气不够的时候 它这个菌饼就很长很长 因为原来是密封在袋子里的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